当时起它的一个华原思想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功能 那从我去对这个晶变图它的一个榜题 跟图像的去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 用图文护证的一个研究的方法呢 去分析 发现说这个晶变图呢 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华原其实它有几个版本 一个是60卷的华原 还有80卷的华原金 还有40卷的华原金 那这个都是 其实它到底是根据哪一部的华原金 下去做的所绘制出来的一个经文呢 晶变图呢 那经过我的一个研究呢 发现说85窟的一个陆法界品图呢 它是依据80卷的华原所绘制出来的 华原晶变图的早期发展 在初唐时主要依止60华原 圣唐后为80华原 在中唐已降规模较宏大的华原金变会配置 入法界品图 十方新闻记者 赖金融台北采访报道 跟随善才同志的脚步 积极学习八广大用心 为成就无上福提精进努力 华原经中 文殊菩萨告诉善才同志 若欲成就一切智制 应决定求真善知识 要言 一切菩萨成就善法 皆由善知识力 以善知识而为根本 依善知识生 依善知识出 依善知识长 依善知识助 善知识为因缘 善知识能发起 善才同志五十三